洋芋 瘋了一样 动两下去吃 动两下去吃 今天应该是最快乐的女人了 这个是她的手机 那个也是她的手机 现在她有两台iPhone了 你感觉怎么样 爽不爽 终于有新手机用了 其实这个本来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可能内存小一点的 例行她经常拍照片的啥的 她就必须要换一个手机了 为什么你之前不换 不一下子搞定搞个高点内存的给我 差200块啊 现在又差200块又不给我 现在不是差200块的问题 128跟256差了差不多1000块钱 还是128的比较香 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也ok了 也够用了 这个传不了 而且你有两台手机 你不止一台手机 你两台手机 给你一台用 你不是也有两台吗 我的 我喜欢 我的不贵 主要是 我的两台两三台价钱没有一台贵 还好吧 今天是几号了 今天几号了 今天几号了 今天21号 今天是21号下午的4点47分 我们今天睡醒了已经差不多一两点钟了 因为这里隔阳光的效果特别好 睡觉非常舒服 而且又是到了冬天嘛 冬眠的季节 基本上醒不来 醒来也是很晚了 然后我们醒来之后呢 就去看了一下气浪房车那边 刚好公主他们也在 就跟他确认了几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洗衣机的安装位置 然后呢还有一些小比较细节的东西 你再拍我 对 基本上都确认的差不多了 那个洗衣机我们更换了一个位置 对 更换了位置 就把它换到走廊的对面 比如说 床底下 床底下 就床底下那里 然后呢 日常使用的话也还算比较方便吧 嗯 就是直接打开的话也不会受影响到任何功能 还算可以的 跟大家也把 我觉得房车这方面也要先告一段落了 不能老是拍房车这些的视频 我们呢 还想去的几个地方 一个是哈尔滨 哈尔滨我们想去看大雪 但是现在开车开不过去了 而且飞机也过不去 我看我刚刚刷抖音刷到的 说是现在有点 因为下大雪 航班延误了好几天 有的乘客都在那里哭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走不了回不去 回不去 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 所以我就现在不太想冒这么大风险过去那边 我想的是先到山东 然后现在山东吧 看一下对面对面下不下雪 我想做轮渡过去丹东那边玩一下 丹东就是跟朝鲜那些打隔壁的地方 可以在那边玩一下 我至少啊 就是我们没有到过东北那一片 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在那边多待一段时间的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俗习惯 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诱惑力应该在大兴安岭 黑龙江那一片 咋说呢 因为对我来说 一是鱼啊 因为那边的生态非常好 我看了很多那些老铁双鸡666的那些哥们 动不动呢就拿个大雪敲 直接去把冰给凿开 然后呢搅两下就很多鱼 会还有那些雪蛤 会从那里冒出来 我就觉得很新奇 没有去体验过 听说那里呢 还有什么漆塞蛮呢 什么东西之类的 铁锅盾呢之类的 我就是很想去体验一下 我们整个中国来说好像没有去过的版图很少 基本上就东北吧 就东北那一段 就是地图的一个鸡头的那个位置 对啊 所以我们想把那一部分给补掉 但是最终补完那部分呢 我估计是明年的6到7月份左右 那时候我觉得那边应该非常好玩 我非常想去就是下很大的雪的地方 然后跳下去 每天我跟他在刷抖音呢 他就给我看那些哎呀 小孩子啊小狗啊一跳下去整个人都埋没掉了 只能跳很高才能呼吸到空气那种 就觉得很好玩 看一下能不能到雪香吧 这一次好不好 好 但是那边住宿会不会很贵 住宿应该还好吧 其实平常下来我听他们说 因为他们那些都是按铺的嘛 每个床铺都可以睡好几个人 平常下来一个人其实也就100多块钱 每个人100块钱 100块钱很容易接收吧 对啊 100多块钱感觉还好吧 不是说很贵 打算明天正式又出发了 在这里也耽误了个三四天的时间 但是好的不好的我们都要说一下 我觉得这次我们做最好的呢 就是把房车这个方案给定下来了 各方面设计我觉得非常OK 特别是还设计了一些翻翻下来的一些小桌子啊 连体柜啊 到时候我们室内室外做饭的话会非常的方便 特别是对于我来说我很喜欢做饭哦 冰箱都交给你了 放屁你也要做饭 还有呢冰箱的话也是有一个上下两格的 也有冰冻的也有冷鲜的 基本上三到五天的差也够 以后呢 我跟丽琴也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 会不会啊就是上了高速之后停下来 哇又下雨 哎今天不走了明天不走了 以后就涨在高速上面了 我就很担心这一个问题 跟大家也说过我们买房车的主要用途 很多人还是觉得我们三十多万买一个这种房车会不会太贵了 为什么不直接买C型 你先跟你跟你说真的啊 C型它各方面空间大生活条件好会好很多 但是要到国外的话 C型它其实不是很受待见 我们做过很多攻略也问过很多一些玩户外的达人 他们也是很多出过国开房车出去过 他们都说C型它比较像房车 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缺点 它只要开出去很多停车场的话 人家直接就不接纳 因为第一是占地面积大 第二是因为房车这个群体啊 它本来在国内外的话很多地方它都不怎么待见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黑水箱灰水箱处理的问题 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人家就搞不惯那个味道 或者说有的比较数字比较低的就是什么大份的什么的 到处乱扔乱到 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必要的污染 很多人就很排斥 所以B型的话我觉得后面那个爬梯 我打算也是先不装了 好不好OK 因为后面的房车的那个爬梯的话装上去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房车 不装的话看不出来是吧 装的话就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房车了 然后把房车车体的全部logo给它摘掉 这样就可以确定不是房车了 然后呢 嗯开出去的话正常来说 你你找个地方随便一停 只要不要把那什么天幕啊什么的打开 人家都不会说认出来你的是房车 我们选择也是一个万版的车子的窗户能少开就少开 这是我们我们的一个选择吧 开多了它通风好 是不是就开了三个 四个就开了四个 前两个后两个四个都是为了通风 开多了的话 像客运版的话 我觉得因为外面看起来是玻璃嘛 到了国外它它可能不像我们中国这样子 治安啊这么好 我也看过很多人家到了国外之后 很多车子就是被偷被抢被砸 被那各种啥的 所以我觉得装一个万版的它铁皮总不能把它撬开吧 是吧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安全一点 也比较有保障吧 这是我暂时来说可以想到的一些东西 再加上V90的话 也算是这两年最火的了 2020 2021 我估计还能再火个五年左右 等新底盘出来之后 可能那个热度才会慢慢下去 但是这几年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V90确实很厉害 做的驾驶感受也很好 基本上这些就是我们的总结了 就是对于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个总结 房车定了 手机买了 设计也设计好了 你看立琴笑得多欢 谢谢 因为他也欢 他是想搞的我不高兴 一整天你在那里拍 他就来搞我 谢谢 是不是插个结婚呢 求婚呢 那是你的问题了 那是你的问题了 他很搞笑很搞笑的 就老实说 哎呀红继 你如果求婚的话 一定要到下雪的地方给我求婚 不知道我不嫁给你 太现实了 所以我也打算不告诉他 给他一个小惊喜吧 虽然是他提出来的 但是我要我给他惊喜 杨玉别弄了别弄 他就一准天在那里弄 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坐 你干嘛呢今天啊 杨玉最近两天也是很开心很活泼 他可能预料到了我们就要有新的车车了 坐下握手坐下握手 哎呀哎呀好开心啊 要不要给他洗个澡 洗就洗啊 天气有点冷 或者我们到下雪的地方用雪给他洗澡 也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 他们北方的朋友不是都是用雪来洗雕的吗 你放屁不可能的吗不冷吗 他们都是用雪来洗雕的呀 不会我不相信我不接受 我不相信我不接受 到时候吧 我们明天正式出发 好了喜欢我们视频 请观众们拜拜 拜拜